拉麵热腾腾出炉 拆开封膜 眼前美食大人小孩吃的 津津有味 但诱人的拉麵 可不是来自民店 而是出自这一台 全自动拉面贩卖机 桃园机场第一航下 机器前大牌长龙 手机一扫立刻付款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就能获得一碗热腾腾的拉麵 吸引旅客争相敞 整体还算蛮方便的 然后取餐的界面 非常非常流畅 然后整体的味道 也没有差太多 而且出国前喝一个热汤 蛮不错 很新鲜 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是 买一些面包三明治而已 现在可以吃一个拉麵 蛮特别的感觉 经过的旅客都忍不住 多看两眼 对比桃园美食街 虽然进驻不少名店美食 不过并非都是24小时营业 如今多了这台来自美国的 自动拉面贩卖机 不只有三种口味可选择 加上不断店随时公餐 可是替旅客带来不少方便 它是24小时的嘛 就很增加便利性 因为有一些 吃的或是不是那么方便 你红眼扳机 或者是很早来的时候 多元支付快速又方便 就算红眼扳机 旅客也能来上一碗热汤 填饱肚子 美食新闻赖国宾桃园报导 哇真的还蛮香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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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